大家好,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点赞,订阅并支持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 深夜一点半,我独自在办公室签下了与陆瑶的离婚协议书 她的飞机已经起飞一个小时 或许等她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时 我们之间的婚姻就已不复存在 五年暗恋,数载相伴,最终却选错了人 我原以为能与她携手白头 却不曾料到她心中早已另有他人 当发现那份她先签好的协议书时 我的世界骤然崩塌 青春复诸东流,一切都已注定无疾而终 第二天一早,陆瑶就风尘仆仆赶回来找我 她怒气冲冲,质问我为何擅自签字 看着她咄咄逼人的模样,我心灰意冷 只觉她似乎从未将我放在心上 正当我打算孤身离去时 意料之外的人替我竖起了坚硬的盾牌 是顾晨,我最好的朋友和新东家 出手保护了我 面对顾晨强硬的驱赶,陆瑶哑口无言 像是第一次意识到我已不再是她的妻子 我们对视无语,眼神中满是沧桑和无奈 五年的感情,就这样哑然而止 接到陆瑶电话的时候,我刚刚结束一场会议 我下意识地抬头,她正隔着玻璃门看向我 会议室里坐着的人面面相去 也是,抛开大家不知道我结过婚这件事不谈 隔壁陆氏集团的总裁突然出现在竞争对手的办公范围里 属实是有些不应该 程总监,外面那位陆总已经盯着你看了一个小时了 住手小康离开会议室前这样跟我说 他一副不明所以但是让我自求多福的样子 突然让我很心梗 我示意他离开,自己却没有做好面对陆瑶的打算 因为协议书是我从陆瑶书房里找到的 上面已经有了他的签名 我找到的时候我们的感情还算是相敬如宾 我默默地难过了很久 等到他刚好出差的时候我才签下名字 趁他不在,我搬走了属于我的所有东西 也搬走了我自己 程月,我想我们需要好好谈谈 陆瑶的脸色阴沉得可怕 他看着我,我却下意识躲避他的眼神 没什么好谈的,我只是替你完成了你的心愿 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抱着文件夹从他身边经过 却被拉住了手腕,什么心愿 我从来就没有开口讲过哪怕一句 协议你都签了名,下笔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我用力甩开他拉着我的手 自己却因高跟鞋站不稳崴到脚 真的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陆瑶几乎是立马伸手想要扶我 但显然有人比他更快,是顾沉 他脸色同样阴沉 面对陆瑶也说不出几句好话 陆总这是做什么?光天化日到我这儿欺负人 欺负?夫妻之间的矛盾在陆总这儿就是欺负了 可笑,陆瑶说着就要过来拉我 我下意识躲开,顾沉将我牢牢护在身后 麻烦陆总注意用词,是前妻 顾沉一米九的身高,我几乎是被笼罩在他的阴影里 陆瑶半天没有说出口半句话 或许是前妻这个词让他感觉到了陌生和不适 他看向我,我也看着他 明天早上八点,明正局见 我同他这样说道,才发现原来这句话也不是这么难说出口 我看着陆瑶,心里还是很难过 但我已经不愿意再坚持了 陆瑶,我不希望我们最终会走到诉讼那一步 我说完,扶着墙往前走 忽然整个人悬空被抱了起来 我吓了一跳,抬眸对上顾沉的深邃的眼 我送你,顾沉说完,不顾办公室人的频频侧目带我离开 很好,既我与陆总结过婚并离婚后 我又创下今晚第二个瓜 顾总为我挺身而出,并公主抱带我离场 电梯门关上之前,我看到了探头吃瓜的同事们 我对上助手小康的眼神 他已经完成了从让我自求多福到快点让我吃瓜的转变 刚刚谢谢你啊,沉默半想 我还是率先打破了车内的寂静 没事,顾沉应得很快,刚好停在红绿灯前 他转头看向我,送你回家,还是散散心 我看着车窗外的灯红酒绿,还是选择了后者 半个小时后,我跟顾沉坐在了公园的长椅上 为什么选择离婚 顾沉开了瓶饮料递过来给我 突兀问了这样一句 整个公司里,唯有顾沉一人知道我结婚这件事 但顾沉不知道的是,我与陆瑶一直是协议结婚 商业联姻一年,一年结束就该离婚的 只是没有想到,那份离婚协议出现的那么突然 没有感情的婚姻,就没必要继续了把我的视线胡乱的落在其他地方 思绪也四散飘远 其实也不算没有感情 我从大学四年就一直喜欢陆瑶 大学毕业后因家族关系选择商业联姻 与她结婚一年 整整五年时间,我都在暗恋她 想到这,我不禁感叹 为什么陆瑶的瑶,是瑶不可及的瑶 我突如其来的话让顾尘侧目看我,眼神对视间,我先一步别开视线 但顾尘一直是期待的棋 顾尘的话像是平地一声雷,在我心里轰的一声响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也接不上什么话 我愣了一下,又突兀起身 今天谢谢顾总了,我还有事,就先回家了 成月,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顾尘忽然叫住我,但我不敢回头看她,只能快步离开 我当然知道顾尘在说什么,她喜欢我 我一直知道 从大学无微不至的照顾,再到工作上体贴入微的细致 只是我明确告诉过她,我喜欢陆瑶 她也一直对我以好友相待 如今这样,算是窗户只捅了一半 但我喜欢顾尘吗?或许在漫长的相处时间里 我对顾尘或许也有过心动 但我更喜欢陆瑶 从少女心事到如今,陆瑶是我心底里的一轮月光 高悬而不得,但我不愿意再继续喜欢她了 第二天我准时来到民政局的时候 陆瑶已经等在门口了 我忽然有些恍惚 这么多年来,这是陆瑶第一次准时赴约 没想到,你唯一一次没有迟到是在离婚这样的日子上 我走过去,如是说着 陆瑶愣了一下,才回答我 你真的想好了吗? 离婚协议不是你先签的吗? 再说了,我们本来也就是协议结婚 不是吗? 我说完,先一步进去 但我后悔了 承认,陆瑶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手 直到你离开,整个房子里都没有你的身影的时候 我开始疯狂地想念你 我想回到家看见你刚好在沙发上 我想回到房间看见你在敷面膜 我希望你一直在我的生活里 离婚协议是我在一年前签的 通过这一年的相处 我发现我已经完全习惯你了 陈瑶 J,但你不爱我 我单单说完,静止走进民政局 可是你喜欢我,这不就够了吗? 我停住脚步,忽然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可笑 你知道我喜欢你 你知道我喜欢你 但你从来没有准时付过我的约 你知道我喜欢你 但你从来没有在意过我任何一点 陆瑶 我生病,你不管不顾 我被客户灌酒喝醉回家 你视若无睹 我想你陪陪我 你置之不理 你明知道我喜欢你 却一直不断地让我失望 离婚比我想象中的要快 领完证出来 我看见顾晨等在门口 身后路遥追出来 我走快两步 挽上顾晨的手 你来了 我们去哪里吃饭好 我亲密地同顾晨说话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时候会出现在这里 顾晨顺势搂住我的腰 你想去哪都可以 忽然靠近的顾晨让我局促不安 但很好 路遥就不敢靠近了 承越你 路遥的皱着眉头看我 是现在我跟顾晨之间徘徊 抱歉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你了 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新欢 顾晨 我高傲说完 新欢滴滴地笑出声 甚至还愣了一声 路遥语色 我被新欢搂着离开 一直到坐进顾晨的车里 我刚才高傲的身影荡然无存 却而代之的是泛红的眼眶 和摇摇欲坠的眼泪 多可笑啊 原来路遥一直知道我喜欢他 我还在走神 顾晨给我递来纸巾 我这才反应过来 闷闷地问 你什么时候来 就在你说 你失望的时候 顾晨说着 从驾驶座起身 我下意识躲开 才发现原来顾晨是替我系安全带 他眼底有失落一闪而过 但很快又被他藏起来 不是还说我是新欢 新欢靠近一下就恨不得躲远远 抱歉 刚才只是想脱身 你别放在心上 但我当真了 怎么办 顾晨说完 整个车厢陷入了安静 我开口 发现我说不出半句话 不能给我一个机会吗 哪怕是你对路遥这么失望后 也不愿意回头看我一眼吗 我只是想要一个追求你的机会 顾晨 你这算不算情感绑架啊 我半想只憋得出这一句话 顾晨笑出声 缓过神来又向我道歉 对不起 是我太心急了 但是你可以追追看 我转头对上顾晨亮晶晶的眼眸 我想 路遥一直知道我喜欢他 他却选择不断消耗我 那我也知道我喜欢顾晨 是不是也不该如此消耗他 承越 敢不敢跟我打一个赌 赌什么 赌你一定会为我心动 顾晨说完 整个人散发着光 这样的状态下 我竟觉得顾晨像是一个少年 自信又张扬 回到家之后才发现 顾晨在公司群里发了一个大红包 我默默扣出一个问号 最近也没什么大单啊 是什么值得顾晨散财 顾晨回得很快 人逢喜事 精神爽 坐上 我打开跟顾晨的私聊 上一次聊天还停留在宫 注意一下 我只是给了你一个追我的机会 不是就答应成为你的女朋友了 都有机会了 还不值得庆祝吗 我一时间不知道回什么好 也不好打击他的积极性 因为离婚调整状态 我专门休了一天假 第二天到办公室的时候 一束张扬的红玫瑰贺 燃在我的桌面上 我走过去 小卡片下面的落款是陆瑶 我将花丢掉 拿出手机给陆瑶发信息 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请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我刚发完 眼角余光 瞥见顾晨捧着一束红玫瑰 从门口走来 你怎么回事 我皱着眉 接过顾晨的花 在想要不要丢掉的时候 顾晨淡淡的说 楼下花店搞活动 你要是不喜欢丢掉也可以 我顺便买的 这时助手小康默默发言 刚才顾总见你办公桌有花 顾总黑着脸 问了最近的花店在哪 最近的花店距离公司五公里 而且没活动 小康说完 无视自家老板杀人的目光 开始打字 我扑得笑出声 全身上下就嘴最硬 顾晨猛的靠近我 扶身在我耳边说 还有更硬的地方 你以后会感受到的 至于嘴硬不硬 你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 我的脸猛的泛红 顾晨脸上的笑却异常的明媚 我踢了他一脚 上班时间说什么混话 还有 你无缘无故送什么屁话 不是你自己不允许办公室练情的吗 你想带头 我倒是想带头 顾晨笑咪咪的 笑意要从眼睛里溢出来 不过我是老板 你是老板娘 我们不算办公室练情 J一直默默偷听的 其他人纷纷亮的眼睛 不知道谁开始起哄 我扫尸一圈才又安静下来 我又踢了顾晨一脚 他才舍得回办公室办公 日子无波无澜过了一周 这一周里仍旧不断收到陆瑶的花 一天天的丢 整个垃圾桶都是我的浪费 周五过得总是格外漫长 想着完成最后一点工作就下班 没曾想抬头 陆瑶就站在门边 他似乎很局促不安 已经没有先前那般模样 他说着跟之前一样的话 他说 承越 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 J 于是我上了陆瑶的车 他带我回了家 那个我们原本的家 陆瑶是个不爱整理的人 平日里都是我收拾着房子 没想到我不在 房子反而干净整洁的多 餐桌上点了蜡烛 上面是很家常的午菜一汤 陆瑶看着我 走过去替我拉开椅子 我忽然有些感叹 他之前从来不会这样 你做的吗 我抬眸看见了陆瑶 眼底一闪而过的光 他点头 从前总是忙 没时间陪你好好在家吃一顿饭 这几天闲下来了 总想起以前的事情 想补偿一下你 我的目光落在餐桌上 忽然想起我们结婚一年里 很多个日夜 我也总是做好饭等他 他忙 忙工作 忙聚会 忙生活 忙得根本没时间理会我 不用补偿 都已经过去了 我淡淡的笑了一下 却没有动筷子 陆瑶看着我 才问 怎么不吃 不合胃口吗 我抬眸看他 莫名觉得好笑 又觉得想哭 陆瑶 我对冲过敏 你不必这样 陆瑶 其实你连我能吃什么不能 吃什么都不知道 承越 我难得见到陆瑶脸上有挫败的表情 连同眸光都是暗淡的 现在是不了解 但只要你愿意 我们还有二十三天 承越 能不能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我看着他 忽然顿住了 离婚冷静期三十天 原来现在只剩下二十三天了 我起身 算了 陆瑶 我不想给了 为什么 就因为我准备了离婚协议 我准备离婚协议 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协议结婚啊 我虽然签了 但是我并没跟你离婚的打算 承越 你又为什么要因为一张纸判了我的死刑 陆瑶 不是一张纸 是你有始至终从来都没有在意过我的感受 在你眼里 我们的婚姻是一场你随时可以叫停的协议 你签了离婚协议你就掌握主导权 你想离你就可以抽身离开 那么我呢 我就没有抽身离开的权利吗 多可笑啊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我曾经还妄图想凭借这一年的协议婚姻跟你好好的生活 我甚至想 万一你会喜欢我呢 没有万一 承越 我喜欢你 我真的喜欢你 陆瑶说着 上前几步拉着我的手 却被我甩开 但陆瑶 我不想喜欢你了 如果说送一桌的玫瑰 准备一顿烛光晚餐酒 可以抵得过我对你的失望 那我一年里的付出又算得了什么 如果说你一句我喜欢你 我就应该回心转意 那我这么多年对你的喜欢 你又为何视若无睹 喜欢你太累了 我跟在你身后这么久 等你回头看我一眼 等了这么久 现在等到了 我已经不想要了 剩下这二十三天 我希望我们好聚好散吧 从陆瑶家出来 已经是晚上 本来想回家 没想到收到客户信息 于是我又火急火燎的赶到某会所 在联合三小壶白酒后 我终于拿下这笔两千万的订单 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 会所开在僻静的地方 白天去的时候感觉没什么 一到晚上就格外的渗人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原因 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 我胡乱的翻着通讯路 才发现最终我能拨打的 只有顾沉的电话 一接通就是顾沉低沉的声音 怎么了 亲爱的 你不是说转个弯就到吗 我就在路口 那个便利店等你啊 什么 你别怕 我就到 顾沉很快反应过来 叫我不要挂电话 我加快脚步走到便利店 我知道了 我一定等你 绝对不会自己走掉的 我不断让自己保持冷静 眼角余光 瞥见那个跟踪我的人 我看得不太清楚 就知道是一身黑衣黑裤 戴黑色鸭舌帽 我踏进便利店 随便买了瓶水 坐在窗边 那人跟了进来 买了包烟 守在门口 他吸烟的同时 不断看向我这边 我吓得整个人不断地颤抖 却强撑着不怕对上他的视线 原本还有些酒意 现在已经完全清醒 顾沉 那个人在便利店门口 别怕 我就到 承越 千万要等到我 我死死地抓着电话 小声地同顾沉说着话 15分钟后 那个人又进了便利店 他不避讳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他买了瓶水 朝我走来 我握着手机 不知道是起身好 还是眼底不动好 就在这时 窗外照来车灯 我起身 飞快跑出便利店外 几乎是瞬间打开车门 坐进去 车子开圆 我下意识 看向那个刚刚我坐着的位置 那个人就坐在那 他在喝我喝过的水 一直到开到我家楼下 我都被吓到 不敢出声说半句话 过程不停地安慰 我跟我说别怕 我脑海里却还是停留在那个人喝了我喝过的水的画面 我是真的被吓到了 我紧紧握着顾晨的手 能不能送我上去 顾晨抱着我 小心地哄着我 别怕 我在 我一直在 一直到我坐在沙发上 顾晨给我倒了杯热水 我才渐渐缓过神来 不知道是热水阴出水雾 还是终于感知到自己脱离危险的放松 我开始只是小声地哭 到最后变成嚎啕大哭 顾晨紧紧抱着我 我靠在顾晨的肩膀上 装哭的蹭的到处都是 顾晨 我好怕 我真的好怕 要是没有你 我该怎么办啊 顾晨 我不断叫着顾晨的名字 哭得快背过气去 要是没有顾晨的及时出现 我根本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 你永远不会没有我的 承愿 哭出来就好了 没事的 没事的 我一直在顾晨耐心地哄着我 我越哭越大声 借着酒精将所有不安所以难过的情绪 全部发泄出来 哭得累了 也就不管不顾地趴在顾晨怀里睡着了 再睁开眼是在医院的床上 顾晨趴在床边已经睡着了 没有预想中阳光照进来的田径 我费力地思索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医院里 我正想着 顾晨醒了 顾晨眼里还有轻松的睡意 一睁眼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我去叫护 顾晨说着便起身 我拉住他 才发现现在整个人都虚弱地提不起力气 我怎么了 你昨天哭着哭着 你昨天哭着哭着晕过去了 我送你到医院 医生说是酒精过敏 酒精过敏 我重复着顾晨的话 才猛然想起自己昨晚喝下的两壶白酒 成月 订单签不下可以换个人 下次不用再这么喝了 顾晨看着我 我才发现他眼里满是红血丝 连同说话声音都带着暗哑的疲惫 我张口 一下子不知道该说什么 半想才硬了声好 顾晨说我得吃点东西 于是就起去给我买早餐了 门被关上的那一瞬间 我才发现我又红了眼 路遥教会我喝酒 他跟我说在职场 多喝几杯总不会错 多喝几杯才能签单 可顾晨跟我说 可以换个人签 不喝 我总是能在顾晨身上 感受到他独特的不同 他总是一副吊儿郎当 不靠谱的样子 可偏偏我遇到危险 时他不管不顾飙车来找我 我害怕坠坠不安 时他一点点耐心的哄我 我昏迷晕倒时 不离不弃的守着我 我在酒桌拼死拼活时 他跟我说可以换个人签 顾晨 有时候我总觉得我看不透他 可我又觉得我看得透他 我突兀想起昨天晚上 我抱着顾晨哭得死去活来 今天才劫后余生的感叹 幸好是顾晨 如果是陆瑶 他甚至不会讲我的话放在心上 甚至从来不会安慰我 只会觉得我的眼泪是麻烦 越认识顾晨 越替从前的我感到不值 替我从前对陆瑶的喜欢感到不值 出院那天是个雨天 我刚收拾完东西 抬眸又看见顾晨 他手里捧着花 成月 出院快乐 顺便庆祝一下 你平安度过冷静期 我愣了一下 才又重新看他 原来三十天了 手机不合时宜的响起 是陆瑶的信息 成月 只要你愿意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我回复他 民政局见 送我到民政局的市顾晨 我从顾晨车上下来的时候 陆瑶就站在门口看着我 他的脸色晦暗不明 眼神却在我和顾晨之间辗转 一直到真的拿到那本离婚证 我才惊觉这几日宛如隔世 成月 陆瑶叫住我的名字 我没有回头 也懒得停下脚步 因为从此刻起 我跟陆瑶 终于什么关系都没有了 回到公司的时候是下午 顾晨送我到公司 自己就先去忙合同了 我还没坐下 就听见了助理小康 去签合同 还没有回来的消息 我皱着眉头赶过去 那边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合同没签下来 小康已经不省人事了 我强忍着不满 拉着小康起身 又被一位老总拦下 听闻成总监上回 跟隔壁公司王总 喝得很是尽兴啊 怎么到我这儿就不喝了 看不起我 我赶紧陪笑 李总说笑了 我近来身体不适 还望李总海寒 再说了 小康不也陪李总喝得 很尽兴吗 我说着 扶着小康准备走 李总却给我倒了 一满杯的红酒 白酒伤身 红酒养颜 这样 程总监赏个脸 喝完这三杯 任你带走 胆子我牵 如何 我犹豫片刻 还是端起酒杯 毕竟这笔单子 也是不小的价钱 一杯下肚 还没有多少不适应 平时只要不过量 我也是能喝的 第二杯是个满杯 我眼睛都没眨 喝完了 第三杯 我刚端起来 就被抢走 古尘直接一饮而尽 李总 这杯我替程总监喝了 你没有意见吧 古尘黑了脸 看了看我 又扫了一眼李总 不怒自威 我赶紧低下头 逃避跟古尘的对视 李总哪敢说什么 直接就放人走了 古尘让秘书把小康送回家 自己跟我在车厢里对质 两大杯红酒的后劲慢慢上来 脸上已经布满了红韵 古尘一路将我送回家 我摇摇晃晃的走不稳 古尘沉默的将我抱起来 醉意上头的时候 我昏昏沉沉的听见古尘同我说 承越 有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好 第二天早上睁眼 最先看到的就是古尘放大的帅脸 阳光落在他白皙的脸上 显得五官愈发深邃立体 我还在走神 古尘醒了 我赶紧闭上眼睛装死 因为我猛然想起我昨天吐的到处都是 还吐到了古尘身上 以及 还不行 闭着眼睛是在等早安稳吗 古尘的声音带着慵懒的雌性 说实在的 光是听声音就容易让人心神荡漾 但是我真的不敢睁开眼睛 毕竟我昨晚吐的到处都是 究竟上头意识不清的时候 是古尘帮我的洗的澡 而且昨晚也有吐在古尘身上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现在古尘浑身上下最多也就一件浴袍 可能连浴袍都没有 毕竟我家里真的没有合适古尘的衣服 我哪里敢睁开眼 感知到身侧的人忽然起身 有阴影笼罩着我 我还是憋不住 试探的睁开一点点小缝隙 就看见了顾尘满是笑意的脸 糟糕 被抓包了 虽然我们什么都没干 但是好像都干了一样 承越 别以为装睡就能躲过去 顾尘说着 慢慢靠近我 我睁开眼 对上顾尘的晖暗不明的眼眸 躲什么 我有什么好躲的 我别过头去不看他 语气却是心虚 你不必为了订单喝酒 我说过的 顾尘的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严肃 看着我的时候难得收起了他往日吊儿郎当的一面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那天你在医院昏迷的那一个晚上 我从来没觉得时间那么难熬 你要是再昏迷一次 我该怎么办啊 承愿 我整个人跟当机一样 慢慢才回过神来 轻声同他说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了 或许是觉得自己吓到了我 顾尘最终也只是恨铁不成钢的叹了口气 他起身 映入眼帘的就是顾尘建硕的上身 发达的公二投机以及八块腹肌让人有点别不开眼 方才的情绪烟消云散 我默默地观摩着顾尘的身材 虽然我知道他有健身的习惯 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的西装下是这样诱人的肉体 虽然现在说这些不应该 但我承认我有点心动了 顾尘好死不死此刻挑眉 这么喜欢看 以后每天都给你看看 我埋头躲进被子里 声音闷闷的 谁要看你啊 流氓 被子外面传来顾尘终于爽朗的笑 我不争气的脸更红了 果然 严肃认真都是假的流氓才是顾尘的本质 好歹我算是一个曾经结过婚的少妇 但是我跟陆瑶之间毕竟是协议婚姻 所以我们结婚前就说好的不发生任何关系 虽然我曾经很喜欢他 但是我更希望我们是因为互相喜欢才进入下一步 所以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半裸男人 真的要命 我起身收拾好自己 穿了一身美美的红裙子 正准备喷香水的时候 跟镜子里的顾尘对视 猝不及防被吓一跳 香水都没拿稳 本来以为能听见玻璃瓶碎落的声音 没想到香水被顾尘稳稳接住 他将香水放好 顺势将我圈入怀中 感知到他身上传来的温度 我一度心跳加快 这周六一起看个电影 顾尘说完 从外套口袋里拿出两张电影票 这不是依依 这不是我期待了很久的那部吗 顾尘也太懂我了吧 之前见你朋友圈有发过 这周六上映 还有 你觉不觉得你现在很渣吗 顾尘眸光亮亮的 落在我脸上 像太阳一样 让我我的脸微微发烫 从何说起 我西装被洗衣机洗得发皱 你倒是一副容光焕发的模样 事后不认人 顾尘整个人 仰着明媚的笑意 微微弯腰 距离我越来越近 我赶紧推开他 快去上班 半小时后 我茫然地站在停车场翻包 我明明记得车钥匙在包里 怎么就找不到了 我正迷惑着 顾尘的车停在我面前 车窗降下 顾尘扬起钥匙看着我 你好像把东西落我这儿了 我皱着眉头扫一眼时间 眼看就要迟到 选择愤愤不平坐上顾尘的车 不问自取 视为偷 我默默扣上安全带 教育顾尘 顾尘笑得无所畏惧 确实想在你这儿偷点东西 不过不是车钥匙 是你的心 我发誓我从来没有这么沉默过 一瞬间 拳头硬了 顾尘很快乐 以至于一早上都显得喜气洋洋 晚上有个宴会 我上个月就收到了邀请函 那慧儿跟陆瑶一起 我问他要不要女伴的时候 他跟我说避嫌 我正这样想着 手机里收到信息 给你一个蹭车的机会 成为我今晚的女伴 我回了个问号 却有了笑意 原来拿我车钥匙 是存了这个心思 要拒绝我 顾尘很快回过来 你不拿我车钥匙 我也会成为你的女伴 谈完大单后 今日的办公室就有些无所事事了 大家都在激情聊八卦的时候 我在认真摸鱼 在我激情玩笑笑乐的时候 被顾尘叫住 走啊 送你去做造型 顾尘的西服外套随意搭在肩上 白衬衫皱巴巴的 一看就好像去鬼混过一样 引得大家不断注意 我有些耿住 我滴滴过去 到时候你来接我就好 不然等两个小时太麻烦了 还没等我说完 顾尘很快接话 有我在 我就是你的专属司机 顾尘一言 经其整个办公室起哄 我立马起身推着他走 按电梯逃离 做造型的时间很漫长 我还在卷头发的时候 同样做造型的顾尘 已经坐在沙发上看杂志了 发型师与我算是相熟 调侃道 第一次见你带男士来 是男朋友还是心动男嘉宾啊 我看着镜子里 自己不禁泛红的脸颊 以及身后顾尘投来的目光 是带心动候选人 顾尘垂眸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造型师打趣 还候选人 分明就是第一顺位 我下意识又看向镜子 顾尘的笑意更明显了 一直到最后一步换礼服 我在大红裙子和素色裙子间摇摆 要是往日我肯定穿素色 但顾尘在 我想艳丽一些 这样想着 我忽然就顿住了 我怎么开始考虑起他的想法了 最终还是选择了一条红色的衣子间开插长裙 红色更衬的肤弱凝枝 腿间开插将长腿优势展露的一览无遗 我满意地打量着镜子里的自己 刚想拉上拉链 发现卡住了 叫了两遍造型师的名字都没有人应 顾尘倒是着急忙慌地走进来 我赶紧捂住胸口背过身去 你怎么进来了 我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顾尘不自然地倾咳两声 但显然是已经发现了我目前的情况 需要我帮你吗 我抬眸又看着镜子 我发现今天总是在镜子里看顾尘 我不自然地点点头 顾尘走过来 替我拉好后背拉链 指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碰到我 我只觉得整个后背发烫 他离我的距离这样近 顺势还着我的腰 从背后抱着我 他的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 我一转头 唇边不小心碰到他的鼻梁 我受惊一样赶紧转回头去 耳边传来顾尘低声的笑意 偷亲我 才没有 我否定 唇眸不敢看镜子里的自己 也不敢看他 你可以光明正大的亲 顾尘说着 指尖挑起我的下巴 我被迫与顾尘对视 慌了阵仗 我才不想亲 我话没说完 唇被顾尘堵住 他的吻绵软而悠长 一点一点温柔地落在我的唇半 缓着我的腰却不断收紧 最后我被他吻得晕头转向 软软地靠在他怀里 我半想不知道说什么 听见顾尘俯身在我耳边 捅我说 是我想亲你 想很久了 走吧 我的公主殿下 宴会要开始了 顾尘向后退了一步 弯腰做邀请首饰 像极了欧洲中古世纪的王子 贵气又优雅 我将手放在他掌心 整个手被牢牢握住 我听见顾尘的声音 有些低雅着的雌性 其实有点不太想你去了 为什么你今天有点过分漂亮 我想让这份漂亮永远属于我 但想想我不应该这么自私 任何人被夸都是会高兴的 但被顾尘这样说 我的心跳不断地加快 整个人有些飘飘然的高兴 到达宴会厅已经是晚上七点多 做了一个下午的造型 还没来得及吃点什么 进了门 我就想先去找点什么垫垫肚子 刚好顾尘去与宴会主人聊天 我刚吃完两个小蛋糕 抬头就撞进了陆瑶的视线 我有些尴尬 毕竟是前夫 而且他还带着女伴 之前放着自己名义上的妻子不带 说我是竞争对手公司的 要避嫌 转头又带着同样是 对家公司的总监当女伴 真是可笑 我手里还拿着没吃完的小蛋糕 单单扫视了一眼陆瑶 还没来得及讲话 陆瑶的女伴便先出声 这不是陆总的前妻吗 要是觉得这蛋糕好的 你应该很少能吃到吧 吃 我叫人给你多送几块 毕竟这都是顶级厨师座 我倒是很好奇 你以什么样的身份送我这蛋糕呢 一个陆瑶的一次性女伴 你就这么巴结她 连她前妻都要讨好 我扫视她一圈 淡淡的笑出声 不过却是对陆瑶说 没想到你现在看人的眼光这么差 女伴整个人脸都黑了 要不是陆瑶在她不好发 坐 不然我都怕她上前咬我两口 陆瑶将女伴挽着她的手拿开 朝我走来 你一个人 我赶紧后退 不料后背撞到一个结实的怀中 顺其有手搭在我的腰间 有我在 她又怎么可能会是一个人呢 顾尘来得及时 刚好就在陆瑶面前宣示了主权 感知到周围有意无意投来的目光 我默默将脊背挺直 疏人不疏阵 更何况 我简直赢麻了 宴会结束后 我披着顾尘的西服站在门口玩手机 感觉身后有人靠近 一回头 是陆瑶 她手里拿着一个盒子 我认得 这是我之前一直很想要但是没舍得买的 我皱了皱眉 不明白她想干什么 承愿 陆瑶将那盒子递给我 我记得你之前总说喜欢 这是我那时出差买的 还没来得及送你 J 我没有接 盒子和陆瑶的手就这样停在半空 我沉默很久 才同她说 我现在已经不喜欢了 就像她 我现在也已经不喜欢了 承愿 我后悔了 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陆瑶的话说得这样真挚 我甚至能感受到她眼神里的挽留和不舍 她拉着我的手 我却很突兀的想起那天 我问她是否需要女伴的时候 我也是这样拉着她的手 我说了跟她那天晚上一样的话 抱歉 我们毕竟是竞争对手 还是各自分开比较好 陆总 请你注意一下 我们已经离婚了 你这样 我爱人看见了会多想 我将陆瑶的手拿开 从始至终保持着疏离的态度 从前我确实喜欢过你 但那毕竟是从前了 我也后悔了 但我后悔的 是曾经选择了你 顾晨的车停在我面前 她下车替我打开车门 又深深地看了陆瑶一眼 请陆总注意一下影响 如果可以的话 我不希望你再出现在成月的生活里 顾晨安稳地将我送回家 却不知道为何送到了地下停车场 我刚想表示一问 顾晨就下了车 难不成她想到我家坐坐 那我要不要邀请她 我还在发散思维 可事实证明 我想错了 顾晨打开我的车门 又自然而然地 从车尾箱里拿出行李箱 走啊 回家 顾晨一脸自然的样子 让我顿住 你怎么回事 经过昨晚之后 我单方面觉得 我们之间的感情 已经得到了升华 我觉得我实在是 没有办法离开你了 顾晨理直气壮地说着 顺带将自己的行李箱 放在了我面前 而且 你一个人住 我实在不放心 我决定贴身保护你 我刚想给她一巴掌 被她顺势握住我的手腕 几番争论之下 顾晨出现在了我家沙发上 我最终还是弄不过顾晨 但我也懒得理她 湿湿然地开始卸妆 洗澡 等我一套操作完毕 换上睡衣准备敷面膜的时候 我才猛然想起 沙发上的顾晨 客厅里还放着新闻联播 我走过去的时候 才发现顾晨已经睡着了 西服随意丢弃在沙发上 领带松松垮垮地挂在脖子上 衬衫最上面的扣子 也是解开的 我垂眸认真地看着她 才发现她睡着的时候 还皱着眉头 我抬头轻轻地将她的眉头抚平 却被她握住指尖 我一慌张 一时间没有站稳 几乎是扑倒在她怀中 顾晨几乎是本能地紧紧抱着我 眼里还有些零星的睡意 迷迷糊糊地看着我 第一句话就是 没事吧 有没有伤到哪 我赶紧摇头 又迅速起身 醒了就好 总得洗个澡再睡 我说着 就转身准备回房间 顾晨不知道坐起身 伸手拉住我的手腕 天旋地转肩 我人已经坐在了她的怀里 顾晨 我惊得忙叫她的名字 她嘀嘀地应了声 垂眸一直看着我 笑得让人浮想连天 你怎么笑得跟个老变态一样 我直接就是朝着她的脑袋 给了她一个大笔豆 瞧她不值钱那样 我这一瞬间都觉得她配不上我 顾晨也不恼 任由我给她大笔豆 笑意盈盈地同我说 我发现人是会上瘾 上瘾什么 上瘾这种一睁开眼 就能看见你的安心 还有 上瘾你 顾晨说着 修长的手负上我的腰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她低头稳住了我的唇瓣 我下意识还上她的脖子 顾晨的手却不甘隔着睡衣 慢慢试探性地往里探 感知到顾晨掌心的温度 我下意识地缩了一下 她的吻却变得霸道起来 舌尖撬开我的唇齿 不断地贪恋地攻略我的唇齿 直到我快要无法呼吸 她才恋恋不舍地松开我 我无力地靠在顾晨怀里 小声地喘着气 我觉得我迷离了 顾晨比我还要糟糕 我小心翼翼地抬眼 对上顾晨愈发深邃的眸 顾晨的手还落在我的腰间 我小心翼翼地拿开顾晨的手 顾晨的眸子更暗了 看着我的眼睛里 带着某种我看不懂的情绪 承越 对不起 我刚才 顾晨有些懊恼地同我说 我看着她 心跳得更快了 只觉得从头到脚都是红的 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小 我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责任 我赶紧从顾晨的怀里跳出来 飞快跑回房间的同时 不忘丢下一句 快去洗澡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不断在想刚刚的事情 我听见厕所门打开的声音 赶紧窝进被窝里装死 顾晨这丝果不其然 说好的睡沙发 还不是先到我房间 我纷纷不平地在被窝里嘟着嘴 顾晨关了灯 掀开我的被子躺进来 沐浴露的味道缠绕在周围 我还在想要不要诈尸的时候 顾晨将我牢牢地圈入怀里 顾晨 我纷纷不平地叫她的名字 准备将她踹下床 谁知那丝 直接闭目养神 语气悠悠捅我道 你再乱动 容易引火烧身 我瞬间安静 顾晨吻了吻我的额头 低哑的声音带着撩人的性感 晚安 我几乎是被蛊惑一样 睡意不断涌上来 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四天 连着四天里跟顾晨同频率上下班 公司里的人已经默默称呼我为老板娘 本来他们只是在背后偷偷打去 没想到那日在茶水间被顾晨听见 顾晨笑得一脸荡漾 还给了几位同事改口费 然后当天所有同事都当即改口 我无语宁耶多次 好不容易到了周六 Happy约会日 我难得起了个大早 睁开眼的时候顾晨刚好晨跑完回来 他不工作的时候总是爱穿得休闲些 恍惊间我总觉得他还是当初大学时那个带着书卷器的少年 我难得不穿裙子 换了深嫩粉色的Polo领套装 难得穿了双小白鞋 就莫名想跟他撒个娇 顾晨 我探头寻找他的身影 顺其忙过来 怎么了 我抬了抬脚 洋装苦恼的眨眨眼睛 我好像忘记怎么记蝴蝶结了 J 顾晨立马提出质疑 同样是蝴蝶结 会记腰带 不会记鞋带 他说完就半跪下 细心替我细好 搞得我原本想发个小脾气都没机会 到商场时 距离电影院开场还有半小时 我四处张望了一下附近 思考着要不要喝点什么 又不是很想排队 我又看一眼 顾晨 他立刻就会到我的意了 喝什么 淤泥啵啵吧 顾晨点头 去之前还不忘去旁边娃娃机上 买游戏币给我玩 避免我无聊等待 在我家出第五个Hello Kitty的时候 顾晨终于拿着奶茶出现 但是电影还有五分钟就开场了 我们火急火燎地赶进去 终于在放映前一秒落座 本来以为可以安安心心喝着奶茶看电影 我吸了半天都吸不到半颗珍珠 郁闷地戳了戳顾晨 这家的芋泥波波没有波波 顾晨看电影看得认真 连个眼神都没给我 没有什么 我忽然有些失落 波波啊 没有波波 忽然唇半轻轻落下一吻 现在有了 还要吗 顾晨的眼里的笑意 在昏暗的影厅里 荡漾成亮晶晶的眸光 我突然就当机了 换过神来才发现 有点突兀被撩拨到 果然还是老男人会玩 电影持续不断地放映 我麻木地喝完一杯芋泥奶绿 好想咬珍珠 但是不敢说 看完出来还早 顾晨神神秘秘地说 带我去个地方 却将车开到大学城 我狐疑地看着他 重温校园 今天是王老师最后一节课 想着带你来看看他 王老师算是我们的恩师了 顾晨是我学长 比我大了三届 我入学的时候 他刚好准备毕业 也是因为王老师的关系 我跟顾晨才会认识 至于后来顾晨顺利毕业 王老师也总是 时常提顾晨的公司 起顾晨 到我毕业找实习时 王老师就引荐了我道 说起来 他的最后一节课 我确实应该去看看 于是我跟顾晨就 翻墙进了学校 我们到教室最后一排坐下 一进门就被王老师发现了 顾晨难得礼貌端正地点了点头 我赶紧陪校 课程到最后十分钟时 王老师突然Q到我们 同学们 老师教书这么多年来 见过很多学生 没想到我最后一节课 回来看我的确是两个最不少 用你们的话来说还是两个恋爱脑 王老师的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我羞愧地低下头 看大家八卦镜头这么猛 王老师又愣喝愣喝地继续讲 为什么说恋爱脑呢 师兄要写毕业论文 因为师妹一句对某个感兴趣 硬是要换论文课题 推翻重写 论文致谢直接变成对师妹的情书 虽然说她当年还是将论文完成得很好 但这种行为不可取哈 师妹也是 暗恋一个人倒荒废学业 硬生生是被我骂醒 后面才慢慢好转 听到这 底下的学生就不停地开始问 他们的结局如何啊 现在还有没有再一次之类的话 王老师的目光淡淡看向我们 又说师妹暗恋的不是师兄 最后跟别的男同学结婚了 同学们纷纷叹息 我也被顾沉瞪了一眼 但师兄还是很喜欢师妹 喜欢很多年 毕业了出去开公司 知道师妹找不到工作 还专门拜托我 以老师的名义 安排师妹到她的公司 学生们忙问 后来呢 后来 后来我才是师妹婚姻不幸 师兄苦等多年 终于等到结果了 下课铃声响起来 王老师又看向我们 站在讲台上难得有点笑意 希望他们一直幸福 不要辜负我这个牵线人了 王老师在学生们的簇拥下离开 教室里慢慢只剩下了我跟顾沉两个 原来你那时候就这么喜欢我啊 我鼻尖有些犯酸 茫然才发现 原来我辜负了顾沉这么些年 对啊 我等了你很多年 才等来你多看我一眼的机会 幸好 我把握住了 顾沉牵着我的手 拉着我一步步走到讲台上去 他站在讲台前 从讲台底下拿出一大束玫瑰花 我惊讶地看着他 千言万语在此时都转变为了惊喜和感动 承越 还记得吗 我说过我赌你会对我动心 顾沉说着 丹西跪地将玫瑰花递给我 承越 我想我赌赢了 我接过玫瑰花 早有泪光在眼睛里泛滥 我明白 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人生上 出场顺序确实非常的重要 我嫉妒陆瑶可以陪你走过这段大学时光 也恨自己始终没有跟你明说喜欢你的勇气 但如今 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想每天每时每刻见到你 承越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 顾沉说着 自己眼眶先红了 我看着他 心里的烟花不断地绽放 想起从前许多事情 我看着顾沉不停地点头 我愿意 顾沉 你赌赢很久了 离开的王老师突然回来 领着方才的学生 拿着彩带为我们喝彩 我才明白原来这场特殊的告白 来源于顾沉谋划 以旧的期待 他记得我曾经高中时的愿望 我说想谈轰轰烈烈的恋爱 问我够轰烈吗 我给了他一拳说 岂是有你就够了 郑文婉 不要对遗憾或曾经的错过 耿耿于怀 人生还很长 关键是把握当下 坚持和勇气是成功的关键 只要付出诚意 总有机会赢得幸福 爱情之路往往曲折 但只要走到最后 就一定会有圆满结局 幸福就在身边 只要用心去发现 定能收获意外的惊喜 有情和亲情的支持 是爱情之路上最可靠的助力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建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点赞 订阅并分享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